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会侍奉主,也会侍奉自己的肉体吗? 若想知道,那继续聆听下去!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这个主的殿堂 感谢大家继续忠贞地聆听神的话语 也感谢主给予我这个机会继续再跟大家诉说神的话语 那么今天呢,所要探讨的话题是叫做《你在侍奉谁》 是阅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探讨一下我们的讲道的回顾 上一回我们说到的是以基督同死同互活的第二段 我们探讨的只有一个,只有一点,那就是圣徒要效仿主 那么我们说明了耶稣基督死和互活的那个意义之后呢 基督徒知道之后呢,应该要如何去做呢? 那就是效仿耶稣基督 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十一节,他说同样的,你们也像罪 也算自己的确是死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么,神的话语说同样的就是指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基督徒呢,要知道自己的确是死的,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么,但是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发觉到我们对一些罪还要感到会被诱惑呢? 神的话语说,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呢,就能,是否能够修行到这种无罪的境界呢? 答案是不可能有这么一回事 那不但如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就是使徒保罗 他以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给自己的评价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这么多罪人当中,是自己是罪悔 那么,我们也探讨到许多基督徒呢,能够认为,以为自己能够达到无罪的境界 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哪里呢?是他们能够,他们只是听到那些外表虔诚的假先知的讲话 却没有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答案 那么使徒保罗就说,在他的里头啊,就是说在世人的里头是没有善 根本没有善 而且呢,自从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呢 虽然他的心理起了改变,也立志要为善 但却往往呢,有行不出来的时候 另一个真理呢,就是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呢,认就活在这个罪人的身体内 所以肉体呢,与这个圣灵相争 但是呢,使徒保罗也很清楚 一个基督徒是时时刻刻受到罪的试探 一不小心呢,就会侍奉罪 那么当一个基督徒认识到自己认就活在罪人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灵与肉体相争的时候呢 那么会不会有人会想到说 哎呀,既然犯罪是不能够避免 那么就不要去怪罪自己,去犯罪了 那么神的话语有这么说吗?答案又不是 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他说,不容罪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 神的话语告诉基督徒要立志 要不要容许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掌权 很明显的,基督徒呢 就有选择不容许罪掌控自己的能力 那么基督徒得救之后呢 不是拥有那种完全杜绝罪的这个能力 要知道呢,不容许罪掌控自己 也不是一种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 是因为得救了 这个身体 因为是得救了 虽然这个身体还在为了满足自我欲望的这种试探当中 但是圣灵呢,同时呢 要满足神的旨意 因此呢,肉体就与这个圣灵 复向斗争 那么随上随败呢 就是基督徒当时 要选择跟随肉体呢 还是要跟随灵 那么神的话语也告诉基督徒说 如果你们是神的子民 你可以选择不顺从你的肉体的私欲 那么神的话语也警告说 如果你让你的肉体的私欲带领呢 你将就是把自己的肢体呢 自愿的献上呢 行罪,行不义的事情 当然神的话语也说明 当一个基督徒感到自己被试探 而且被引诱的时候呢 那是因为自己的内在的私欲 而不是因为神让你受到这个试探 那么神的话语并且也鼓励基督徒们 应该怎么做 他就是说 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说 刀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 同样的呢 基督徒呢 也要像耶稣一样 从死里复活 要立志献自己给神 这就是选择将自己的 那个自己的肢体 用来侍奉神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上一次的结局 我们就探讨到 基督徒一天当中呢 就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抉择 到底呢 要侍奉肉体呢 还是要侍奉耶稣基督 好 这就是上一回我们讲到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探讨的呢 就是你在侍奉谁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到十七节 我为大家念 这样 这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可以犯罪吗 绝对不行 第十六节说 岂不知道 你们献上自己做仆人 顺从谁 就做谁的仆人吗 或做罪的仆人 以至于死 或做顺从的人 以致诚意 但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恶的仆人 但现在却从心里 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 教导的规范 我们做个开头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您 感谢您给予我们这个生命 给予我们的气息 也感谢您给予我们这个机会 在这里聆听您的话语 恳求您今天保守我 让我诉说您的话语 按照您的圣灵的带领 按照您的智慧 诉说您的话语 恳求您今天保守 所有一切的器具 能够运作正常 请求您保守 每一个聆听您的话语的人 能够专心 请求您 给予三位得救的人们 这个心能够接受您的话语 向神悔改 心靠主耶稣基督得救 在这里我们感谢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今天呢 所要探讨的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你的身份 还有我的身份 我们都是仆人 我们都是仆人 首先要说一下 就是这一周 这一周的那个器材 尤其是这个播音的器材呢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所录音的这个录音的效果呢 并不是太理想 恳求大家的谅解 好 我事不宜迟 我们就说一下今天的第一点 就是说你的身份是仆人 我的身份也是仆人 那么今时今日的人们呢 都有着一个对自己人生自由的这种想法和说法 就是说完美 就是完美都是 就是说我们 我们都是自由人 我们都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或者是奴隶 然而呢 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身份都是仆人 只是主人不同而已 那么世界上的人们呢 一开始呢 就不是神的子民 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看到呢 人本身虽然是知道有神 但是却选择不承认他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 却不当做神荣耀他 他们知道 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个神的 但是他们不荣耀 这个神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呢 就变为虚妄 因为他们不感谢神 他们的思念就认为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或者这个世界上除了任何东西之外 知道我们的那个神不是神 所以他们的愚错的心就黑暗了 那么我们也从罗马书的第六章当中 看到一个人呢 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犯罪 从而呢 让自己呢 被罪控制了 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十二节 就这么说 他说 所以 不要容你们必死的身上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 就是不要让这个罪在你 控制你的全身 使你顺从生子的私欲 那么就是看到我们知道 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因为有自身的这个私欲 自己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呢 才去犯罪 让罪掌管了我们的肢体去行恶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为得救的人们的私欲呢 与撒旦是一致的 因为神的话语说 他们 就是撒旦的子民 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就这么对 这些没有相信他的人 说 你们都是属 你们的父 魔鬼 你们的父的情欲 你们偏要行 偏要行 他从起初就是个谋杀者 不守真理 因为他里头没有真理 看到吗 在撒旦 还有他的子民当中 心中是没有真理的 他们听到真理 反而觉得讨厌 他说谎呢 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是个说谎的 他是说谎人 他是说谎自人的父 也就是这个撒旦 他的情欲呢 就是愿意撒谎 不管是大小事情 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呢 他就撒谎 他就是所有撒谎人的父 那么神的话也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一开始呢 都不是神的子民 就我们就是撒旦的子民 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中就知道 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无法 没有办法不抵触到神的完美和存全的律法 而且这个完美的律法呢 我们抵触到神的律法 是因为我们 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 因为我们在行我们父魔鬼的情欲 神的话也说 你们的父 也就是指魔鬼的情欲 你们便要行 这就是形容着我尚未得救之前的这个心态 就是指呢 撒旦本身的这个私欲就是要什么呢 要取代神 要自己呢 决定自己的虔诚 要自己掌控一切 那么我们就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就可以看到撒旦的这个内心 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我们看到他说十二节 路西佛 这就是撒旦的另一个名字 早晨之子啊 你何今从天坠落呢 撒旦要从天坠落 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规律 他要成为神一般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继续读下去 他说你这功拜列国的 何今被砍倒在地上呢 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 一个奇妙的造物 却要被砍倒在地上 他是这么的无敌 但是却被要砍倒在地上 为什么呢 他说第十三节说 因为你的心里承说 我要 听到吗 我要升到天上 第一 他要升到天上 他要达到高尚的地位 他说我要 他是第二个 我要高举 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之上 之上 就是他不只要到天这么高 他还要的地位高过其他众神 就是神的天使 第三个我要 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那么他要实质的就是坐在聚会的山上 要成为众所有天使的老大 在北方的极处 在北方的极处 第十四章 十四节 他说这是第四个我要 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那么不只要在天上 他还要在高云之上 一上再上 那么最后一个他说 我要与至上者就是神同等 他要与神同等 那么我们看到路西佛就是撒旦 就是因为他的骄傲 他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 甚至要取代神 注意他说了总共五次我要 最后他还要与神同等 那这何尝不就是那些 我们就包括我自己 不信主的时候 不认命的时候的写照 还有着那种人丁升天的口号 那么撒旦是个谎言无休止的魔鬼 他的子民也是如此 这就是那些一天之中 口中撒谎无数的人们的典型写照 无论事情的大小 小至芝麻绿豆的小事 大折人命贯天的大事 他们都愿意也乐于撒谎 而且不以为意 若我们说 的确有不撒谎的人 尤其是那些属灵方面有修为的人 他们是应该不会撒谎的 他们也很讨厌撒谎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重复一下给大家看 就是在第八章的44节当中 他是针对谁说的呢 他是针对 他说什么 你们是属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的情欲 你们变要行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对什么人说的 他是对那些犹太教的法利赛人 和文师说的 这些都是在属灵方面 所谓的有修养的人 他们的外表 属灵 是有低位的人 但是他们也可以很憎恨他人撒谎 但是对自己呢 却网开一面 双重标准 所以呢 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看到 不是神的子民 不是神的子民的人呢 就是撒旦的子民 或者是他的仆人 不是神的仆人 就是撒旦的仆人 所以我们都是仆人 只是主人是谁呢 那么对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基督耶稣是什么人呢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 虽然称为众神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神许多的主 我们却只有一神 就是天父 一切都本于他 一切都是从神那里开始 我们也在他的里面 基督徒们 你也在他的里面 并有一个主 就是唯一的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一切都是靠他有的 我们也是靠他有的 在外邦人的心里 可能有许多的主 那么我们也 我也曾经跟许多人交谈的时候 我们发觉 有些人的宗教呢 他们会认为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 都有神 什么都是神 他们认识哪一个神都好 都能够让你通往天家 但是 所以在我有限的 这个生命当中呢 我观察到呢 心中没有耶稣基督的人们 都依靠着心里承认的那些 能够帮助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偶像 把它立为自己的主 只要能够帮助自己的事情 帮助自己的东西 帮助自己的神灵 他都把它立为自己的主 有那些保守自己出入平安的偶像呢 有保守自己开工大吉的偶像呢 有保守自己财运亨通的偶像呢 有依靠十字金钱 或者是房产 或者是物质 而得到安慰 得到平安的 这些也是一种偶像啊 但是呢 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 他的心里呢 则认定只有一位主 就这么一位 那位就是耶稣基督 然而 我们知道 既然耶稣基督是主啊 那么 基督徒 又是什么呢 就是 耶稣基督的仆人 以佛所书的第六章 第五到第六节 提到 仆人们 你们都要带着畏惧 要占惊 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族人们 好像对基督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以佛所书的 宗的使徒保罗 要告诉基督徒们呢 要顺服 顺从自己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主人 就是你们的雇主 我的雇主 就好像 要顺服 耶稣基督一样 请问 你顺服 耶稣基督 就好像 你顺服 你现在的雇主吗 你现在 有多顺服 你的雇主呢 那么我们也在 第六节看到 不要在 不要只在眼前 事奉 就像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行神的旨意 因为基督 耶稣是基督徒的 因为基督徒呢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神的话 也说得很清楚 很明 就是顺服 耶稣基督 不是做给人看的 而是 也不是 为了让自己 讨人喜欢 而基督徒呢 身为仆人呢 是在任何世上呢 都要为神的旨意而行 这也包括 顺服你的雇主 这一方面 也要按照主的旨意而行 那么就在这种时候呢 有的基督徒 有的基督教的教义呢 就教导基督徒说 得救之后呢 他已经经过 通过耶稣基督的 拯救 得到耶稣基督的保血 得到从律法 对罪的审判中解脱出来 活在恩典之中 而不是活在律法之中 他们教导呢 一个基督徒就不需要 因为犯罪而失去了喜乐 失去了做人 诚事的这种信心 因为他说 你在犯罪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的保血 已经将你洗干净 也原谅了你 你不需要再惭愧 不需要再向神悔改 耶稣基督已经使你得自由了 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号 传讲他没有说过的话语 是假教义 是变相的无神主义 或者是说是变相的自我主义 自己就是神 神的话语说什么呢 他说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他说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无知于错人的口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不是自由的 我们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要怎么使用呢 他说你们虽然是自由的 却不要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却要如神的仆人 所以基督徒 你们在得救之后 是神的旨意 要你们去行善 要注意到 基督徒行善的行为 是什么呢 是可以堵住那无知于错人的口 因为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说明 这个世人不会对基督徒友善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就说到 弟兄们 世界若恨你们 不要惊讶 所以呢 当你说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被人盯上了 你的行为若有什么不妥 耶稣基督的名字就会被人们拿来说 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呢 也会被人拿来质疑 耶稣基督的教导 也就会被人看为不重要 所以基督徒们行善呢 是可以堵住那无知于错人的口 为了堵住他们的口 以耶稣基督感动我们行的善 来堵住无知于错人的口 那为什么说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们 是无知于错的呢 因为基督徒得救呢 本来就不是依靠自己行善才能够得救的 而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被基督徒甚至更要忘的就是 被那些假基督徒的行为绊倒 就选择不相信 选择不相信这个 不相信会有这个神 选择相信这个宇宙 创造宇宙万物 或者拯救世人的这个神 或者耶稣基督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他们是假的 因为某某基督徒做了一些 绊倒你的事情 难道有人得罪了你 神就因此 从此就不存在了吗 那不是无知于完吗 我说这些并不是 并没有贬低他人的意思 而是真心要说出顽固的心 往往能够让我们一错再错 那么跟着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说 基督徒虽然是自由 却不要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却要如神的仆人 你说如果你是神的仆人 你就不会滥用神给予你的这个自由 去遮盖自己的恶毒 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耶稣基督拯救了你 你就可以随意的犯错 并且用耶稣基督拯救为理由 遮盖自己的恶毒的行为 那么神的话语说 你是基督的仆人的话 你不会这样 你不会以这样的理由 为自己去做辩护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才来到今天的第一节经文 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说 这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答案是什么呢? 绝对不行 基督徒在恩典之下 这个是事实 不在律法之下 这是个事实 但是这代表就可以犯罪了吗? 答案是绝对不行 所以要注意到的就是 基督徒不是在得救之后 就能够修炼成不能犯罪的经济 如果可以的话 何须告诉基督徒绝对不行 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 神的话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神的子民 或者是撒旦的子民 好,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 你能选择侍奉谁 基督徒 这是针对基督徒说的 你们能够选择侍奉谁 罗马书第六章的对象 就是对那些得救的人们 也就是说 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 是神给予基督徒的教导 提醒 警告和鼓励 那不管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有多么的聪明 多么的有智慧 神的话语也说了 你都是一个仆人 关键是你侍奉哪一个主人 神的话语就要告诉你 在这里告诉基督徒 告诉圣徒说 岂不知 岂不知 你们自己献上自己做仆人 岂不知的意思呢 就是让自己知道呢 要让自己知道 每时每刻都在做重要的决定 到底要侍奉主呢 还是要侍奉自己的私欲 侍奉自己的私欲呢 就是等于在侍奉撒旦 因为撒旦的情欲 就是为自己的私欲而行的呀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都见过一些 无论做任何事情 说任何话语 都是为自己的内在目的而行的人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 尽管他的外表 外在的表现 多么像为他人着想 其实他都是为了自己 那么这一类人呢 包括外表看似在 侍奉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看 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 在 他说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说 弟兄们 那些导致分裂 绊导你们 叫你们违反所学的教导的人 我现在劝你们要避开他们 神的话语说呢 就在教会当中 会有一些 会导致分裂 而且去绊导你们 叫你们违反神的话语 所教导你的话语 你要避开他 第十八节说 因为这样的人呢 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看到吗 他在教会当中 他外表像是 侍奉耶稣基督的人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其实呢 他是不是在侍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肚子 是为了自己 满足自己的私欲 用花圆巧语 欺骗那些单纯的人的心 去欺骗 用花圆巧语 使神的这个教义呢 通过他的花圆巧语 转变了成为另外一个 违反所学的这个教导的事情 所以神的话语说 你要献上自己 要侍奉给谁呢 你侍奉给谁 你就是谁的仆人 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六节 他就说到 岂不知道 岂不知道你们献上自己做仆人 顺从谁 你就做谁的仆人吗 所以基督徒们 要知道你们的面前 包括我的面前 都有两个选择 就算是在你得救之后 你不是完全不能够选择犯罪 你不是完全不能够选择犯罪 而是时时刻刻要面对 选择顺服意 选择意 顺服耶稣基督 还是要顺服自己的私欲 选择了罪呢 所以基督徒选择 顺服耶稣基督和自己的私欲呢 都是有后果了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选择都会有结果 都会有一个后果 要承担 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十六节 我们看到呢 他说 或者 他说 如果你要选择 宣上自己做罪的仆人 或者是你选择 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说你做罪的仆人 以至于死 顺从的仆人以至成义 神的话语就这么说 做罪的仆人以至于死 那么 是不是指 基督徒在犯罪后呢 就会失去救恩呢? 去地狱呢? 绝对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则经文就与神的话语 其他的部分完全形成了一个相反的状态 死就是与神隔绝 就是与耶稣基督隔绝 那么对于外邦人来说呢 他不相信神的人呢 一开始了 就已经是与神隔绝了 那么也必须要通过 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够与神和好 然而基督徒呢 也在犯罪之后啊 基督徒不可能不犯罪 他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会犯罪 那么与神隔绝 这不是和外邦人一样的那种隔绝 这是暂时的隔绝 怎么说呢?我拿一个比方 如果你不听从你自己父亲的劝导 去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 结果犯了错 那么你又不愿意悔改 你跟你父亲的这个关系 就顿时起了一种隔膜 但是呢 如果你认错 向你的父亲悔改 你父亲也会原谅你 接受你 重回他的怀抱 如果你不愿意悔改的话呢 那么你的父亲 或许有一段时间 是不跟你的关系 是有点紧张的 那么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也看到这样的状况 在第七节 他说我们若在光中行 就如同他就是神 或者耶稣基督在光中就彼此团契 彼此团契就是在一起相聚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基督徒要知道呢 我们在得救之后呢 就在光明之中 有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 告诉我们如何行义 如何行在光明之中 这样呢 就能够与神和耶稣基督 团契和好 但是在第八节我们也看到 如果说我们自己无罪 那便是自欺 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若是犯罪的话呢 但是不悔改 往往不悔改的人呢 都不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神的话也说 那些明明有罪 但是他却不看 或许是看不到自己有罪 或许是自认自己没有罪 或者是不承认 那么神的话也说 他在自欺 而且呢 他心里没有真理 这也意味着 没得救的人们呢 他们不会认为 他们对神呢 有犯下了什么罪 往往还认为自己 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他行善 他不认为有需要向神悔改 也认为根本没有必要 感到惭愧 来到神的面前 要求他的原谅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的第九节他说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 他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定原谅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而基督徒 会知道自己违反了神的话语 圣灵 因为圣灵谴责自己的良心 得不到暗灵 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 才能够得到原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得到原谅之后呢 心里就犹如重获自由 有喜乐 有平安 因为一个 因为 相信神的话语 而得救的基督徒 也能够相信 他必定 在我们 真心相诚悔改之后 必定得到神的原谅 这个 与相信耶稣基督 已经 为我们洗净 我们的不义一样 我们都看不到 我们知道我们有犯罪了 圣灵 在 扎我们的良心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有罪 我们心里得不了平安 我们 祈求神 原谅我们 因为我们认错 那么 我们 看不到神 神 怎么原谅我们 但是我们 我们马上会知道 我们会心里有平安 有喜乐 这个就是圣灵 不再谴责我们的良心 当然我们也能够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 已经洗尽了我们的不义 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虽然我们看不见 所以呢 呃 我们看到 活作罪人的 活作罪的仆人 以至于死呢 并不是指耶稣基督徒呢 犯罪之后会失去救恩 而却是指呢 犯罪之后呢 与神失去了父子般的这种和谐 而不是失去了父子般的那种关系 同样的 做顺从的仆人呢 以至成义 呃 并不是指从 顺从神的话语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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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十六节的后半端 他说 做顺从的仆人 以至成义 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三章当中 第二十节看到 他说没有肉体应行律法 能在他就是神的眼前称义 啊 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啊 因为我们如何去顺服律法的话 我们决心坚持去顺服律法的话 就不难发觉到我们做不到 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去顺服 因此呢 这个律法呢 就告诉了我们 其实我们做不到 我们每次都在犯罪 呃 因此顺从律法呢 只能指在神的 呃 只能只能指呢 那些在神的眼里呢 的义人 他们行顺从律法 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这个对象 讲的是对的对象是什么人呢 是得救的人 所以他们不需要去顺从律法而得救 他们已经得救了 他们也知道顺从律法呢 只能让人们知道自己顺从不了 而且都犯了罪 因此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救 所以顺从啊 的仆人以致诚意呢 是要基督徒知道 他们的选择若是顺从神的旨意呢 就是在神的眼里是行义的 是神所喜悦的 同时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八节里面呢 呃 呃 也可以说是 能够 呃 呃 对不起是六节不是十八节 呃 呃 是能够把不信的人和圣徒分别出来 那不信的人呢 他不但不认识神的律法 违反他的律法的时候呢 也不以为然 呃 他们的行为就好像罗马书一章 形容的那样 说他们 喜欢这么做 去违反神的律法 呃 这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人们的外在表现 他们喜欢 做的事情 都是违反神的律法的 呃 那么我们就好像在罗马书一章第三十二节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这样行的人 那么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呢 成为圣徒 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语 听了神的福音 认同神对自己的看法 知道自己有罪 向神悔改 并且知道自己过去的行善 是这所有的善行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 呃 听从神的话语呢 要 听从了 要信靠 他说 要信靠自己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赎罪工作 才能够得救 才能够诚意 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五节 我们看到他说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不经签之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就是不用去做工 不用去行善 但是只相信那些 这个神呢 能够将不经签的人 把他从不经签之人 能够拯救他成为义人 这个神 你相信他 你就算为义了 那么神的话语就告诉基督徒 他们还有我们的身份 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 首先他说感谢神 首先是感谢神 不是感谢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自己的牧师 如何如何的去教导自己去行善 所以现在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 不是如此 感谢神是因为使人得救的是神的 人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 所以在以佛所书的第二章 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到 怎么说 借着恩典你们通过信心被救 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他是神的礼物 所以注意到呢 一个人是通过他对神的话语 所说的 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 有信心 所以才得救 他是对神的话语 有信心 所以才得救 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想法 他说借着恩典通过信心被救 而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因为现时现日的基督教呢 都把人的感情 混淆 把他笼统地归入得救的经验当中 比如说 有人听了赞美诗 而感动 流泪了 或 这个与 听了抒情歌曲 心里感动 流泪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前者 责备人们呢 认为这个是圣灵感动 但 不一定是如此啊 得救呢 我们也在看 第九节他说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得救不是出于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善行 因为神不愿意人们因为 以为啊 这是他们自己的工作 以为是他们的能力 这不是神不愿意你们骄傲 而是神不愿意你的骄傲 导致你自己的灭亡 那么最后我们在第十节说 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行善 这就是神已预定了叫我们行的 呃 我们看到神的话也说的非常的清楚 一个人呢 得救呢 是神的工作 认呃 就是人呢 是做不到的 而且呢 是离不开耶稣基督的 所以才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 呃 在基督徒里 基督徒呢 呃 也在 耶稣基督里 而且是被圣灵带领 行善 所以呢 不是你的行善 使你有资格成为基督徒 而是因为你成了基督徒之后 有了圣灵的带领 按照神的话语的旨意 行善 因此呢 如果你只有行 呃 你只有行善之后呢 才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那么你要思考 你当初是如何接受 接受耶稣基督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基督徒呢 在得救之前的身份是什么 呃 在 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说 呃 他说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是作恶的仆人 但是 啊 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的教导的规范 首先基督徒呢 得救之前的身份呢 依旧 是一个仆人 得救之前的仆 啊 的主人是撒旦 得救之后呢 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神的话语就说得很清楚 一个人 得救之前也是罪的仆人 也就是说他乐意违反神的话语 而且不以为义 神的话语也说明了 一个人待得救之后呢 他的心是怎么想的呢 他说打从心里顺服被传的教导 和规范 教导的规范 在英皇清定本之中呢 读的是什么字呢 叫doctrine doctrine doctrine就是这个教导 是这个教义的意思 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比如说是 比如说 神 父神 神子 还有圣灵 是三位一体的 耶稣基督是神 得救是向神悔改 信靠耶稣基督 得救后会有果子 得救是永恒的 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 神的旨意是拯救世上所有的人 而不是某一些人 神的话语是绝对正确 而且是无误的 是来自神口中付出 通过圣灵带领圣徒写下来的话语等等 这些真理 这些都是 这是教导的规范 那么神的话语呢 说基督徒呢 现在却是 以前不相信 以前不顺从 现在却 现在 却从心里 顺服 真基督徒的表现呢 就是他打从心里 相信神的交易 打从心里 相信神的交易 而不是口中说说而已 所以那些口中 称自己是基督徒的 却认为神的话语呢 是人写的 是不可以相信的 是有错误的 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口中称自己是基督徒 却认为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还有其他拯救世人的方法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口中称自己是基督徒的 却认为 耶稣基督是人 而不是神 那是怎么回事 那些口中称自己是基督徒 却认为神 只给予某些人恩典得救 而不是给予所有人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 真的基督徒 也能够被假教义欺骗 蒙骗 但是 若他回归神的话语 从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答案 那么 他也就很容易的 被纠正回来 因为他在他里面 有耶稣基督 有教导基督徒的 一切真理的圣灵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 第二十六节说 但这个安慰者就是 复应耶稣基督的名 所拆来的这个圣灵 因为耶稣基督要离开了 通过神所拆来的这个圣灵 将来到基督徒的心里 那么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将一切的事情 教导基督徒 教导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耶稣基督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事情 因此基督徒们 你们要知道 你们虽然得救 但是你们仍旧活在 救人的体内 每天 灵与肉体相争 然而 基督徒呢 是依靠耶稣基督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顺服 顺从 基督的教导 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子 顺服自己的私欲 行恶 好 我给大家做个总结 今天总结一共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 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是仆人 主人不是基督 就是撒旦 第二点 圣徒在得救后 能够选择顺服基督 但也会选择 顺服肉体的私欲 第三点 顺服肉体 就会与神隔绝 必须向神悔改 才能够再度与基督团契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得救之后呢 就有了基督徒的样式 那表现在哪里呢 在打从心里顺服 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义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就做个结尾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您 感谢您给予我们今天的话语 感谢您给予我们您的话语的鼓励 恳求您 在这里呢通过您的话语 鼓励那些 鼓励我们这个信徒 信徒们能够通过您的话语 得到这个整份人心的鼓励 并且为您的选择 顺服您 而不是顺服自己的肉体的私欲 也恳求您在这里 给予尚未得救的人们的这个 智慧明白您的话语 能够接受您的话语 并且能够完全彻底的领悟到 自己需要向神悔改 而且要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感谢您 恳求您的话语有去 而必没有空着的回来 在这里我们感谢您 祷告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主 阿们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